主席好 我想請問王美芳部長 麻煩請經濟部王部長 好 文好 部長好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五倍券 水報要開始 啟動了 我想說 因為裡面有一個做法 就是信用卡綁定 一加四這件事情 假設說 我跟你關係不錯 部長你的五倍券就給我用 可能教育部長 潘部長也給我用 徐國勇部長也給我用 陳正中部長也給我用 我就有四個 我可以一榜四對不對 我這樣子一榜四的時候 就表示說 我可以去刷兩萬五千塊的額度 對不對 我可能 基於公平的原則 我可能就要給你五千塊 對不對 我可能要給你五千塊 給潘部長五千塊 給徐部長五千塊 給陳部長五千塊 這樣是合理的狀態 對不對 我們讓他綁定 最主要是你的親友 可是不限親友 就是你基本上 我有特別注意到 因為不限親友 所以我們是有嘛 所以基本上還是可以綁定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所以綁定的時候 你讓我綁定 我應該給你五千塊吧 對不對 那你如果對我好一點 我可能可以折扣一點 對不對 我們是希望這個綁定之後 都去做消費 當然拿到五倍券之後 當然是要去做消費 只是說你給我綁定 我給你現金是合理的狀態嘛 對不對 是 點頭是確定的嘛 但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又特別的強調說 五倍券不能夠收購 並且要求所有的電商平台上面 如果出現收購文 要全部下架 那我在想 我跟你綁定的時候 我給你這五千塊 我們這樣算不算是一個 交易的一個行為 那個綁定 你一定是跟他有 非常密切的的關係嘛 對 可是因為你不限親友嘛 你會有親任的關係 對 那所以你自己就要去做這樣 所以我只是要問你說 我們這樣算不算是一個 交易的一個行為 即使是親友當中 我給你錢你給我綁定 應該也是一個交易的行為嘛 親友之間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會去界定親友之間 怎麼樣的關係啦 怎麼會不去界定親友 部長你這樣講就 太忽悠了 而且太打模糊髒了 我現在想要問的狀態是說 因為你一直強調不能夠收購 那現在網上有很多的民眾 他們也覺得很苦惱 因為他跟他的親友當中 可能同學可能朋友 因為你沒有說一定要是家人啊 對不對 所以你綁定的時候 你綁定親友是沒有關係的 你綁定同學是沒有關係的 那你綁定了之後的時候 你要不要給他們錢 正常要嘛 那你這樣算不算收購 那你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說 不能夠收購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麼也導致很多人大家在想說 那我綁定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跟委員說 你在網路上對不特定人來說 你給我然後我換錢給你 跟說明明是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不要講家人 非常好的朋友 網路上現在剛認識也可以很好啊 網路上一夜情這麼多 剛認識也可以很好啊 我們對網路上會去請求去下架的 都是對這種不特定人的情形 那不特定人你會再公開 這個就是對不特定人不是對朋友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造成很多 就是線上網民大家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也希望你這邊 能夠有很清楚的一個定義 就是既然是親友都可以的時候 那網路上大家都是朋友啊 現在年輕人在網路上 很多網路上面的朋友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請部長把他給釐清楚 那我想先這樣子 我想接下來主席 我想請一下潘部長 麻煩請教育部潘部長 我先問一個那個學習歷程的部分 學習歷程部分目前那個 LOS掉的兩萬五千多筆的檔案 是不是都已經出來了 都已經找回來了 跟委員報告 那從這個禮拜來 因為我們用專人來協助 那兩千五萬兩萬五千多筆的部分 目前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學生 已經已做處理 大概只剩 就還沒有全部找回 還有五千多筆吧 四千多筆 還有剩四千多筆了 OK好 那這個部分我特別要叮嚀 就是碰到這樣的問題 趕快勇於承擔 把事情趕快把它處理好 不要說教育部去打電話 給各個高中老師叫他們不要對外發言 這樣不是一個處理事情的一個好方法 這可能誤解了 因為我對這件事情的要求 我講的第一時間 我們真的把孩子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心血跟老師的辛勞 遺失了就沒有什麼好講道理 理解 趕快把他找回來 盡快把他找回來 勇於承擔認識 對 醫器跟老師們做這方面的聊 因為主要是要讓 因為我們都有所有的檔案 希望老師指導孩子 趕快把他做圍傳 好部長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另外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的財團法人法 從什麼時候開始實施嗎 財團法人法 應該是去年 從2019年2月1號開始實施 2019年2月1號開始實施 那麼財團法人法 它立法義 只是要建構財團法人周延的法制環境 健全財團法人的組織和運作 讓他們積極從事公益對不對 是 所以如果財團法人 他如果介入上市櫃公司的經營權 你覺得這樣適不適合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本身是公益性質 如果因為這樣去介入 這絕對不適合 絕對不適合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你所管理的主管的基金會 總共有多少家 700多家 700多家 那我直接講一個 財團法人法第19條 第三項第五款 它也明文規定 財團法人對單一公司持股比率 不得超過該公司資本額的5% 那麼違反者的時候 主管機關可以依照財團法人法 第29條第4條的規定 對該財團法人的董事監察人 儲新台幣3萬元以上 數萬以下的罰還 那麼並限期改善 那借期不改善的時候 可以暗刺處罰 那主管機關還可以解除職務 並通知法院為登記 那如果說還是沒有改善的時候 嚴重的時候 財團法人法第30條規定 主管機關可以廢止它的許可 部長知道這樣子的規定對不對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 在你主管的基金會當中 有一個 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會 他持有上市公司 超過5%的股權 同時也介入基因權媒體有報導 因為他的報導就直接寫著 陳啟川基金會幫助親家林文淵拿下台本經營權 請問部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個案的部分可能委員這邊給我 我才可能要深入的去瞭解 所以你還不曉得這件事情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告訴你一下 就是 陳啟川文教基金會他們持有台本 百分之五點四五的股權 超過財團法人法百分之五的限制 而且 事實上在整個經營權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那麼這個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直接支持了現在的董事長 林文淵 就是媒體大幅報導的這件事情 那我很意外 你竟然沒有特別注意到 因為這是你主管的基金會 而且他還讓他的 就是董事長的女婿 就是基金會董事長的兒子 直接變成台本的董事 像這樣子有沒有牽涉到利益 有沒有踩到利益回避的一個紅線 部長你覺得有沒有 委員我想個案的內容 我們可能要需要進一步的了解 因為教育部當然是主管 作為文教基金會的主管機關 但因為他所設的相關 也涉及到公司經營等 有時候我們還需要跨部會去做了解 理解 所以部長我這邊特別提醒一下 因為你下面的基金會非常的多 那基金會如果我們用來做公益很棒 那如果說來協助企業做一些 避稅結稅的事情 我們也覺得很合法也很合理 可是如果介入經營前的糾紛當中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覺得非常的不適合 而且事實上在這個基金會 董事長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有得到全體董事的同意 我覺得部長也必須要好好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希望台灣的財團法人 都能夠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定位 該做公益的就做公益 不要藉由政府給他特別的一個條件 取得了一個避稅或者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條件 可是又參與到上市櫃公司經營權的爭奪 介入商業經營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的不合適 所以請部長回去好好地查這件事情 那麼三天內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可不可以 我們可能先做個了解 什麼時間可以給我一個報告 初步我了解後先讓委員了解 你壓個時間給我好不好 剛才市長說這個部分是文化部主管的基金會 文化部主管的基金會是不是 所以陳啟川先生文教基金 所以文化部主管是不是 李部長你剛有聽到對不對 你多久時間可以給我一個書面的資料 部長請上台 好 謝謝政委員 我們一個禮拜以內好不好 一個禮拜可以縮短嗎 因為我 這個禮拜以內好不好 不要到下禮拜 這個禮拜好不好 禮拜五之前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政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